欢迎收看四大明珠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准备 欢迎我的搭档 玉池林佳 欢迎谢依林 你看 这边今天又有新朋友来 对 今天又来一个姑娘 玉池 玉池 稍微矜持一点 回来 我们最近东方卫视在那个花样姐姐播的特别火 有没有人能看出 从那个剪影就能看出是谁啊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姜妍 来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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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抗议严重影响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唯一女神的地位 为什么 你别说话 这期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打个招呼大家认识一下 玉池林好 没关系 你当女神我来当女王好了 她们说你在那节目里面 她们叫你二胖是什么原因啊 对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挺胖的 然后同学 老师就都叫我二胖 现在还可以啊 后来小妈就是介绍所有人都叫我二胖 而且觉得这名字挺接地气的 就跟二嘎呀狗胜子差不多 这个现在起外号都要有反差的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 你看她那么瘦 这个绰号叫二胖 那你应该叫闪电的哦 太闪电 男神 难怪她她叫男神 你平常不穿成这样吗 对 可能要更肥肥大大一点 我平常穿很宽松的 让她平常的照片我们看一下 好肥大哦 太肥大了 那个逸琳发表一下互相感言 我觉得还可以 就差我这么一点点 哇 双反手摸肚琴 等会儿 这两只手是谁的 我的手 来 你现在让我们在现场 让我们看一下 现在带着麦可能不合适 单手像这样 现在因为两只手 现在后面有麦可能太棒了 哇 真的假的 这看上去就像有病一样 对啊 现在真的是有好的这种 到你了 到你了 我连指 手指头都看不到 现在真的有一些惨无人道的 这种测试方式 我反手摸肚琴 还有什么A4 A4腰 你这个是属于A4吗 有A4纸没有 我这有四张A4纸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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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妈妈看着多难过 她妈妈为什么要难过 让她的妈妈难过一下 好吗 依琳 来 来嘛 A4有这么拿的 有这么拿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小学数学课都学过 在一个巨型之中 最长的两点是这条信 好吗 还行 好不好 我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份通道来信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今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获救了 四年了 每天我与垃圾作伴 被臭味笼罩 我看不到希望啊 这一切都要从我嫁给了一个 无比邋遢的男人说起 我的老公每天头发能炸出油来 一张嘴散发出来的臭味 能够熏倒壮汉 半个月换一次内裤 四年 四年没有洗过一次脸 四年没有洗过一次脸 每天晚上躺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边 我都会反思我的人生到底出什么问题 自己拉的还不算完 无论我收拾得多么干净 它能在几个小时之内 把家重新变回垃圾场 几个小时算慢的了 我这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最可憾的是烟头乱扔啊 有一次我刚回到家 口干舌燥 中央有瓶可乐 我抓起来就喝 结果满嘴的烟头 还有混着烟灰早已经没有气的可乐 那种恶心的感觉 至今回想起来都会 最可气的是身边绝大多数人 见到他这个样子 不但不批评他 反倒过来责坏我这个做妻子的不称职 男人邋遢 女人有罪 我就想问一句 凭什么 这是我的胡闹 我们第三期节目又来了个女的 一个礼拜大概刷一到两次牙 一两个月洗一次澡还不带洗头 这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的 然后我们节目播出了 我去看那个网上评论 好多人说翻版蔡卓妍 还不是说那个女的 可以 长得还可以 脏就脏点吧 这姑娘长得还行 脏点 我来洗 我来洗 所以真的一个女孩如果有颜值的话 真的就可以成为懒惰的资本 所以一定要勤快啊 依林 来 我们来看看 她拿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有请姑娘这 来 来 我看一下 这什么呀 这 你怎么才来呀 我念得慢了点啊 不好意思 你好 欢迎给你来来来来 你来自重庆什么地方 我不是重庆的 哦 不是啊 我说扬州的呀 哦 扬州的 对啊 我扬州的 扬州的 哦 这个这个 我这个带过来是送给你们的 这个是送给孟爷爷爷的 因为他比较有营养嘛 我觉得孟爷爷做 有营养 对 它是银河糖嘛 他维生素比较高嘛 然后我觉得你总会说一些 比较有营养的话嘛 我会说有营养的话是吧 对 然后草莓嘛 比较少女 对啊 对啊 你在我信封中你就是个少女嘛 不是 是 不是 我就是个少女嘛 对对对对 她到现在没有男朋友 草莓是因为脸上有斑 不对不对 这个是送给我的男神 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了 四年 结婚前她就这样吗 结婚前我不知道呀 她四年没洗过脸 对 我们家都没她的毛巾 那她洗脸 洗脸是不是基本靠哭啊 靠下雨 靠下雨 等下雨 等下雨 她要好好搓一下回家 对对对 她刷牙吗 平常 刷牙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说 你把牙刷了你再出去呗 她会说去点我就刷过一次了 为什么还要 为什么每年都要刷牙呢 嘴巴这么臭她 那她亲你的时候 哎哟 我就没让她亲过 我从来都不亲她的嘴 我还有一些她的嘴 她洗澡的这个密度 大约是个什么状况 逢年过节 对吧 对 而且她洗澡跟别人家 跟别人真的很不同 就像我们用杨德华这张 就是说跟水清啊的就好了 听懂了吗 听不懂 跟水清一下就完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对 她就算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 她就冲一下就出来了 反正你也能忍 我忍不了 我要能忍的话 我上你们节目干嘛呀 我上你这个节目 还是因为她不去洗澡 我说你不洗澡 那我就报名参加这个节目 她今天来的时候洗了脸没有 她反正是我估计是没洗 让我们看看你那个多少年 不洗脸的老公在哪儿 在那儿 我一看就告诉你 你的脸 好 脸很香 来人把她带上去 把脸给她洗完了 带上来看看 今天洗了 今天洗过了 上一次呢 上次忘了 我看你老公还可以啊 你看白衬衣 也没有说是黄色的感觉 对吧 这个是剧组提供的 这个是剧组提供的 我们单位怎么那么倒霉 还给你提供衣服呀 洗我衣服太丑了 那你就是不洗澡 不洗头 你不痒吗 不痒啊 我觉得很正常 很舒服啊 哎呦 我现在听着我身上都痒了 你看那个已经这样子 很嫌弃的这样堵了 我来问一下 我来问一下旁边这姑娘 你有闻到什么异味吗 有 是吧 你们有孩子吗 有啊 孩子多大了 三岁 孩子能忍受他爸这样吗 肯定不能接受呀 来 我们看一段视频 小米 小米 你在干嘛 我们家门口掃地啊 我们去他们家干净 爸爸掃地啊 爸爸掃地啊 爸爸掃不掃呀 爸爸掃地 爸爸掃呢 你喜不喜欢爸爸这个样子啊 哎呦 这往哪儿到 垃圾楼啊 这是垃圾楼啊 对啊 人家垃圾楼是这样 你不叫垃圾楼是这样啊 因为他很久才到呀 是你的问题啊 第一看不见张啊 你自己怎么不扫啊 第一看不见张啊 你自己怎么不扫啊 我扫呀 但是我每次扫了三分钟 又会搞得那样 那个是工作环境 你工作的时候 肯定要把纸啊材料啊什么 你肯定要剪的 放在地上的 不可能我刚做完事收拾一遍 然后再做完事 然后又收拾一遍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我干脆分一半时间 在家收拾算了 你看这是他的办公室 这是他的那个办公 就是那个工作台 这什么玩意儿 棉袄啊 他的衣服 冬天的棉袄 现在不是不穿了吗 他就这样放那边 衣服从来都不会洗啊 比如说穿脏了嘛 他就放到外面亮一亮 把味道吹一吹没了 然后再穿 让大风把味道带走 对对对 他就是这样子 我平常我其实我也是这样 我都会每天都会换新的衣服 然后放在那个角落 然后那个角落 只要这边衣服都没了 我就去那个角落找 然后就这样我 要洗了 不用洗 就这样分两类 就是靠鼻子来 靠鼻子来知道 他是要洗还不要洗 那你感冒的时候 怎么来问味道 所以我感冒的时候 我觉得都不用洗啊 都是记忆吗 哎 你们家生态很棒啊 你们家烟灰缸里 可以长出树来 你再看看旁边烟灰缸 干净不干净 烟灰缸在我们家 就是工艺品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用烟灰缸 非得要擦擦擦 没看见那坡花 长得那么漂亮吗 烟灰的作用啊 肥料 对啊 人家小孩还小嘛 就是会在地上 就是小孩子就是敏感时期嘛 就什么东西都要尝一尝嘛 他烟头也尝一下 对对对 肯定啊 他吃了很多烟头吗 你说呢 就为这个事情 我还跟他吵过呀 这是什么玩意儿 床头呀 就是因为他经常不洗头 然后他那个头特别油嘛 每天晚上 光线问起 光线问起 没拍好 天哪 那你为什么这么不开眼 选一个白色床头呢 当然结婚的时候 我说白白的都放假里都好看呀 结果变成这样 我都后悔买这个了 你怎么没后悔结婚呢 我跟你讲我也苦恼啊 我说我总不能因为他邋遢 跟他离婚吧 这个也站不住脚呀 这个理由 会不会你这样 你反而会特别有安全感 因为没有人愿意靠近他 那你都不愿意靠近他 是吧 就是说他这个话有道理 一般男人脏成这样了 就没有任何人打他主意 没人惦记了 没人惦记了 你也就安全了是吧 不是 我觉得这样好丑的 好丢人的 比如说夏天我们去游泳吗 我们会穿鞋去对不对 然后他就穿上拖鞋 就是家里洗澡的那种拖鞋 我们去游泳也穿拖鞋去 他逛街也穿拖鞋呀 你跟他比 我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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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傻伤力的一句话 你跟他比 他跟我还挺凶的 去游泳吧 没拿我当外人 我觉得就是还是你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上大学每个在男生宿舍 都是脏乱差 每个人都臭臭的不洗澡 但是结婚之后大家都变好了 都变干净了 我苦恼 我苦恼的就是在这里啊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我的错 比如说我们跟客户约好了 比如说哪天哪天 就是见个面嘛 他还是就是穿得很邋遢的过去啊 然后客户就在饭桌上 很多人呢在饭桌上 你看你天天收拾的那么干净啊 白白净净的 你看他 你怎么不帮他收拾干净再带出来呀 但是我帮他弄啊 我也帮他买衣服啊 我也帮他买各种护肤品 但他不用啊 我行我素呀 你知道吗 我比他的工作还要忙 然后那个晚上回来 还要带孩子 我真的是收拾不起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问问问问 那旁边那个戴眼镜这个 这哥们儿 他们俩的朋友是吧 他是我弟弟啊 我哭闹的就是他 他是我娘家的 他还站在他那边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里边 这个问题主要责任在你姐姐 听上去这不太像一家人说的话呀 我感觉这个很正常呀对不对 你比你姐夫还脏是吧 你怎么知道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通常才这样啊 所以我弟这样能理解啊 但我老公我理解不了呀 那你们能不能雇一个人来 专门打扫啊洗衣服啊 对对对 我说我想顾一个终点工嘛 然后他们家就说 你这样子好浪费钱 家里的人就说 你没手吗 你自己不会洗吗 你没手吗 你自己不会洗吗 然后我觉得 我就觉得没法聊 为什么这么抠呢 我要养老婆 养小孩啊 你少来这套 确实是啊 你又不能太养的白白金的 我变成这个样子啊 哎呀 你洗一洗 说明比他还白 要是你爷爷老公这样 你会怎么办 有就好了 有就好了 我觉得我觉得会有惩罚机制 不会让他这么我心我素 他太好说话了 如果两个人一起出门 他那么脏那么邋遢 你到那现场你才 怎么可能到现场才知道 你不滚进去 对啊 滚进去换衣服 不换衣服不要走 他不听我的呀 我也这样说呀 你要硬起来呀 来吧 来吧 投票 来 我想问问这个小伙子 你这获奖感言说这个 给我们听听 我觉得吧这个时间工作上面这么忙 这事情还是要老婆做得多啊 不还是该忙什么忙什么呀 他说他不比你闲呢 他也很忙啊 他肯定比我时间多啊 怎么可能比我忙呢 现场的有这么多女性观众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摊着这么一个老公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阿姨有办法 我有办法 她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把她的衣裳 晚上就跟她摔到水里边洗掉 你把她要花的衣裳滑上 你不是解决了吗 这很好解决的事 反正我觉得一个老爷们 稍微爱点 你稍微环境整洁 烟头掐在烟缸里 这个不算过分吧 东西别往地上乱扔 这个不算过分吧 那个考虑一下家的环境 还有孩子呢 对 起码给孩子一个 你给孩子做个好点的示范没有 就是夫妻双方还是多心疼一下对方 家务事情都分担一点 大家的 家是大家的 好好好 回家商量商量 分担分担吧 是 来 就这样吧 好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们看第二封信 当我16岁还住在青春期的时候 别的家长担心孩子早恋 我的妈妈却担心 我只学习不恋爱 现在我19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妈逼婚的程度 也越来越令人发指 闺女 一起出去逛街呗 不约不约 今天心情不好 没有男朋友 心情当然不好了 瞧你混的那样 说啥呢 妈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你不谈 你不谈就是脑子有问题 最恐怖的是 她还规定我 毕业之后必须马上结婚 婚后必须三年连生三个孩子 三年连生三个孩子 如果我不听她的话 她就强行给我灌药 强行给我灌药 你们说说 这还是亲妈能干出来的事吗 真的不像亲妈 一天到晚就是男人 男人 男人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逼得我对男人 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一定会的 所以四大名著 拜托你们劝劝我妈 这就是我的苦恼 等会儿 我现在有个疑问 从技术上说 三年生三个可以 可以的是吧 可以啊 好像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女儿是不是长得不好看 妈妈啪啪之后就嫁不出去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一定不是这样 来 我们先看看这 是不是你想长得特别不好看的 我觉得 来 我们有请苦恼者 来 姑娘 快来 谢谢 挺好的呀 很可爱的啊 十九岁啊 年纪很小 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苦恼者 然后我叫王丁慧 上大二 大二 我十九岁的时候连 大二闭婚 我连初恋都没谈过 你到现在不也没谈过吗 现在谈过了 真的啊 谈过了啊 上次录节目还没谈呢 你这一个月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 我的妈呀 你谈个恋爱有这么开心吗 你说说说看 你妈从什么时候开始逼你交男朋友 嗯 其实我妈 我妈高中那个时候就 你妈高中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我 我妈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有 逼我 也没逼我 催我找男朋友 偷偷地存我闺蜜的电话 然后给我闺蜜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然后这不是最关键的 那时候不补课吗 她去给我老师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你妈的步步不担心你学习的问题吗 她担心她说学习跟 不重要 重要是重要 但是不能当我谈恋爱 我 谁 那你刚才是不会觉得很享受这件事吗 好不好 可以早恋 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干的我这么年轻 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再绑住我呀 本来我妈就已经每天都管着我 管着我什么都管着我 姑娘 按正常来说呢 18 9岁是应该谈个恋爱也挺正常的 但是 不谈恋爱 不谈也正常啊 对啊 这里才是光剑 我不谈恋爱就说我不正常 你看她都三十好几 不 没有 你今年 不能问 不能问 你看你也没有男朋友对不对 老婆有啊 没有 你看她不承认吗 没有吗 你看她旁边 左边这个 谢谢林姐 才有音乐 有男朋友吗 我到处都有 我妈有一个三逼政策 就是我 三逼政策 三逼 我结婚之后必须马上生孩子 然后生了孩子必须要生三个以上 然后这三个孩子必须由她抚养 我觉得听上去有点太对劲了 她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生孩子机器 不想要这么多孩子 她还没完了的 对啊 她就说不行 必须得生三个以上 你们家几个孩子啊 我们家就我一个啊 你妈就生了你一个 但她要你生三个 对啊 法律会那样才能生俩啊 对啊 我觉得还是说有可能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妈妈其实已经 知道自己 生不了了 可能得了什么病还什么之类的 别别别别别别别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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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派人点好一遍 你不要说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那么急 干嘛她才19岁 要让她生小孩 你跟我们说你妈在哪儿 让我们看一眼 在那儿 你妈看上去 心情很沉重的样子 刚才已经在擦眼泪了 我刚才看到 对啊 这孩子谈恋爱的事 高高兮兮的事 怎么这么难过呢 四位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没有说 一定强迫把孩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有信仪的男生 或者你有喜欢的 就是你可以谈恋爱 但是呢不可以在外边 就是说背着妈 或者说谈恋爱 不让妈妈知道 还是担心 对 更多的我是担心 这个意思 那你们说的是两回事啊 但是她确实经常在问我 没事打电话就问 你有没有男朋友 给我闺蜜打电话 做过这事吧 给我老师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做过这事吧 其实老师我的想法试探着 因为她不跟我说嘛 我就是说她越不跟我说 你觉得她一定在骗你 那倒没有 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就是觉得 她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 我就想更多的就是 知道她的挺多事情 我有一点忘说了 我妈说过 以后一定会跟我结婚之后 必须跟我住一起 她说 尤其是 她之前前几天跟我说 来这边的时候跟我说 真希望永远一辈子 都得跟你在一起 永远一辈子 都得跟你在一起 我对我这想法 就是想跟她在一起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我9岁 从起我有女儿9岁 我一直到这么大 更多的就是关心 就是我希望她能就是说 她就是不想让我离开她 结婚了之后 她有人包括 她也一定要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有这样的 我们上次那个当爸的 她就不能接受 她女儿以后会嫁人 会有男朋友的事 她不能接受 一辈子在一块做我女儿多好 最大妈的意思 愿意一辈子在一块 赶紧结婚 怎么好像是方式不一样啊 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然后从小跟我妈妈一起 她可能觉得 没有一个男生保护我 不不不 单亲家庭 单亲 特别正常 我跟你说 来看看我 我单亲家庭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 我打小我父母就离婚的 你看我阳光灿烂的 我也特别阳光灿烂 我也觉得特别正常 但是我妈就一直觉得 我缺少一个男人保护我 我从小就没有一个男人保护我 那你觉得单亲家庭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啊 谁说我因为单亲家庭 这种与父的思想不要我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的眼 我的想法就是有什么事呢 她希望我知道 别因为说那个 怕我 怕我怎么怎么地 不肯跟我说 在外边有什么事不肯跟我说 我就是这意思 真实的想法就是说 希望呢就是说 他能跟我多沟通 然后让我知道 他所在学校里 所做的一切事情 嘉姨 我觉得你在 整个你自己的状态 心情上的 就应该调整一下 你好像特别想知道 你女儿的一切 她的所有的隐私 不可能 然后你越是这样 你告诉我吧 你告诉我吧 我觉得女儿越不敢说 对啊 说了就好像怕刺激你 我这个可能说吧 那个能说吗 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心里边 有点像空落落的那种感觉 我女儿 我就必须要接受 女儿大了 她是成年人 她自然有些事愿意跟我说 有些事她不愿意跟我说 对啊 我不可能说 你什么都得告诉我 你又不告诉我怎么办呢 对 她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呗 但是你是爸爸 但是我妈妈可能跟你 感觉不一样 我女儿跟她妈也不说 我女儿只有缺钱跟我说 那个信里边还说要灌你药 具体是什么药呢 这有金疮药 是吧 什么含笑半步颠 然后各种 对吧 还有段玉当年吃的那个药叫 什么什么伞 吃下去就要出事 他就是你吃了这个药 你就会结婚了 你就咚咚咚生了三个孩子 结婚了 还说吃就是你做不到 我就要死你 那个他要是如果我结婚之后 不生孩子 他就想办法让我生孩子 一定要生孩子 你好像说了他能想哪种办法 就是你跟你老公不想生孩子 你妈能想这个办法 在你生孩子 您家母亲有这样的能力 不如我们搞一个不孕不育愿 请她来做主治大夫 就是说这么多年 就是她跟我也吃了不少苦 我觉得我在我身体力所能及 那些要可以帮她照顾孩子 干嘛还一定要三个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本身比较喜欢孩子 本来喜欢四个的 然后再就是说 我可以帮她带嘛 两个孩子或者孩子 多点有个伴嘛 就是这么想的 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就不一定是三个 有可能是四个五个 那样可能养不起了 就是说如果孩子 太多又养不起了 少了又 阿姨 我觉得哈 你看我 我们叫大爷 你为什么叫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阿姨 你说没关系 比女儿大那么多 我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这个都是得看缘分 而且 长得也不难看没人要 你看好好的 阿姨 您看这个 跟您一样大 也没有结婚呢 对吧 新年多大 三人好几了 对 结婚各位 他也是有爹有妈的人 你看他们家 要像你这样 你爸妈还不活了 我爸妈为什么不活了 对啊 累了我家又饿了 我爸妈还不想让我结婚了 你们家姐妹几个呀 四个啊 四个兄 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都没结婚 你看 对吧 我妈还不想让我们结了 其实你更多的是希望 他的这个男朋友 或者未来的老公 你能去为他把关 你不希望他再走 跟你一样的一个经历 对不对 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本意 也希望他早结婚 就是早能成家 早就是把 为什么一定要非得要 早成家等于幸福吗 就是说他更有选择的能力 选择的那方面可能 更广一些就是这样的 我没听懂这个话的意思 早结婚就是选择的范围 这什么意思 就是更多好男人有他挑 为什么啊 就是如果年龄大了 可能连挑的余地都没有了 可是我年龄主要 你看这些女人还活不活了 我年龄小 我就认识这些人 然后我年龄大了 我会认识更多人 我从更多人里面挑啊 为什么不是一定是人家挑我 不是我挑了人家呢 她的想法就是28 9岁 学习就是说学校毕业了以后 然后参加工作 然后再结婚 那就是28 9 30多岁了 对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 然后再生小孩或者 一点不管 妈妈的意思说 这男人得往上找 就是你找年纪比自己大的吧 那你到了28 9岁 年纪再比自己大的 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成家了 结婚了 剩的不多了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跟你女儿 跟他年龄相仿的这些男孩 除了富二代 家庭条件很优越的之外 都在刚刚步入社会 经济能力和各方面的条件 还在第一 不可能特别好 要么就共同奋斗 这也是正常的 你不可能说 我找一个20 23岁 家里面有1亿5000万 不太可能 所以找一个什么样的 要根据他的心愿 第一 他喜欢他 第二 那个男孩也喜欢他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看别的什么事 你不能现在就跟他定了说 他这个时候 他能挑选的男人的范围 和他自身的条件 就一定是最适合家人的吗 不一定 我希望我也能帮他把关 就是说毕竟不 我觉得你太把重心 放在他身上了 您给把个关 您给把个关 那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 您把关的技巧是什么 条件 什么样什么样的男人是OK的 就是长相外表 应该瞅得比较厚道一点的那种 什么样是厚道 胖乎乎的那种 胖乎乎你右边的右边 右边的右边 这样的 这个可以吧 他说你喜欢这种款式的吗 不喜欢 好了 没事 他不喜欢 妈妈喜欢 你不重要 然后在交往了男朋友之后 能不能试婚 不能 不能试婚 怎么知道他洗不起脸 不喜欢 个人卫生很成问题 你看看刚才的婚姻的例子 摆在那儿 谈恋爱的时候好着呢 一结婚就变成这个样子 没错了 但是你完全不考虑这些吗 就是因为你可以把关 他只要胖乎乎就可以了 你自己的婚姻把关都没把好 这就是我的失败了 对啊 所以你要总结一下 你就别老想听他把关 婚姻是他的 做父母的只能祝他们幸福 提一些参考意见可以 千万不要用把关这个词 真的 父母干预子女婚姻的 八心八肺为的好的 往往适得其反 让子女自由地去恋爱 去选择婚姻 这种幸福的更多 妈妈 你现在听那么多 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们说的 有没有哪一句话 你能听得进去的 还是不行 就必须要这样 我们家就必须要三个孩子 我是觉得还是多要两个孩子 然后有个伴儿嘛 这样子 就是这么想 那就不让你顾 我要自己顾呢 可不可以 那不可以 为什么我就想我的孩子 我自己顾啊 你当免费的保姆 你说你有啥不愿意 你可以安心地工作 安心地出去玩 什么都不用你管 我就不想工作 我就想顾小孩 我就想轻微 我那意思我帮你照顾 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你可以轻松地出去工作 出去玩了 对 我都代替你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想要跟孩子更亲近啊 我想要自己照顾孩子啊 那我也是生过孩子的人 当你想自己照顾孩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时间出去 出去或者还那么轻松 因为这个状态啊 挺吓人的 嗯 你要找个男朋友 你要把这事都说在前面的话 对啊 十个男的跑了九个 嗯 他说这些我都 就是对男生已经有点抗拒了 你让我谈恋爱 我就更不想谈了 他就不想谈恋爱了 完全不想谈恋爱了 就是以前他有点懵懂 现在就不想谈恋爱 你看在这个年龄 你应该对恋爱 对浪漫的恋爱和恋爱 充满的幻想和想象的在他那儿 没有了 要直接就本生孩子 他生孩子 唯一的目的是给你带 不仅是对男性再也没有兴趣 还有的是对人生彻底实现的兴趣 前那儿有新闻 27岁 输入也挺高 然后也非常好的女孩 白富美 今天毕业她结婚 跳楼了 我是希望她如果是有信仪的 可以出男朋友 然后呢 她说八遍了 还没有心仪的吗不是现在 不讲理了 找几个小伙子 找几个小伙子 我问一下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你们的 你们谈恋爱的女朋友 给你提出了这个要求 对 她那何必那个 妈妈特满意她这个 来来来来 反正她也单身 她也单身 三年生三个 生下就给丈母娘带 跟你没什么关系 不行啊 不行是吧 对啊 为什么呢 要么能不能商量一下呢 假设已经结婚了 就这么定 不能往下想是吧 对对对 想都不能想 再找一个 我跟你说 来 哪 这边 其实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苦恼之一吧 因为我妈也像这样 那你妈要是碰到我妈 有没有这么严重 可能差不多吧 那你妈也要小孩给她带 她妈也要小孩给她带 你们要剩六个耶 第一个很重要 对 第一个给谁呢 跟谁带 打扎给谁带 就 你妈害她吗 可能会抢吧 你看看 还没结婚 家庭矛盾已然产生 没错 所以你未来交女朋友 你会不会把你妈的诉求告诉她 不会 我跟你说 是个女孩的不愿意嫁给她 千万别的跟她说这个话 没错 对 婚姻是自己的 要自己拿主意 知道吗 但是我们是一个 对全球播出的节目 还有谁 还有谁 来 上面还有一个 我家联也催我结婚生两个小孩 但是我觉得 我不太愿意接受我的孩子 跟那个外婆常年过下去 大家一起带嘛 无所谓 但是不太愿意 常年跟外婆一起这样子 而且我很想对这位阿姨说一声 其实您爱得越多 可能女儿离得越远 是的 那边还有一个 刚才想说话的 因为我感觉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然后我 世界的悲鸡 对 对 然后我爸妈也是 不管是这件事还是其他事情 就每天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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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上节目 对 然后但是我感觉就是 我的承受压力比较大 就是有同学到我家来 他会说 你爸妈是这样的 我的天哪 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 就这样的话 他们就离家出走好多次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 比如说我真心喜欢这个女孩子 那么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是 比如说我会劝我的丈母娘 然后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就私奔 那没办法 你觉得这样的丈母娘 是能劝得了的吗 劝不了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如果我真心爱她的话 我 浪尽天涯 对 情愿走 情愿走 不行 我妈离不开我 她不能让我走 那她就只好另外找个女人走了 来 那个小伙子你坐一下 这个大姐我帮你做个测试 现在场上 单身的男性 站起来我看一下 起立投票 都站起来了 都站起来 单身的都站起来 不要了 大姐你看一下啊看一下 差不多20位左右吧 能接受未来丈母娘的这个要求的 记住啊 一结婚 连生三个孩子 生下来就给她带 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能接受 而且一定要跟你们住 能接受这个条件呢 赞的 其他的不能接受都坐下 我想说的这个您看到的 基本上我不能说有多 因为我们这个样本的数量有限 对 就200个观众 里边大约就20个人 我觉得你要说她就百分之百的 有多么的代表性 这大话我不敢说 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 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大家同意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跟她在一起住 离得近一点把钥匙给我 我可以每天帮你收入屋子 你到现在这个状况 你看到刚才那个测试之后 有没有觉得你的要求 有可以修整的调整的地方 还是没有 我必须这样 我心里好像一直调整不过来 大姐 你有几个事特别要命 我得提醒你 对 第一 你说要两到三个孩子 她们结婚了之后要几个孩子 这是人两口子的事吗 不是你的事 我要娶了一个女人回家 她跟我说 我妈说了我们要生三个孩子 我要听到这个话 我一个都不想生了 我娶了个女人回家 生不生孩子 生几个孩子 什么时候生孩子 全世界就是我们俩的事 你可以说这是我女儿 我决定 我说了算 我女儿得听我的 可以 你们家那姑也凭什么听你的 那个男的她说要我妈带 我妈也喜欢带孩子 你怎么办 你个人去撕去啊 或者说我不要你妈带 也不要我妈带 孩子必须自己抚养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女儿吧 是外婆外公带大的 就是我对女儿就是 就是我就希望 我能弥补她这个最快 就是说我没照顾她 我希望 这个意思 本来我就是外婆带大的 你干嘛把我的孩子也让我 也让我孩子让外婆带大 对 然后她将来再去 弥补她的孙子 你看看 你就把这个阴影 把这个不健康的这个基因 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你现在就已经给她的婚姻 预设了很多不安定 不健康的因子 你能不能现在把它去掉呢 我说不到 那你谈过男朋友吗 谈 谈过 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稳定 我从上了大学之后 就不再想谈男朋友了 现在什么都不稳定 我应该等到我二十七八 就是经济条件什么都稳定了 可以出去可以花自己的钱 特别大了理所当然的时候 再去谈那个恋爱 再去有这种生活 我觉得这姑娘想得挺好的 她的挺挺适应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经济独立 什么都用你的钱 我凭什么就说 拿你的钱去挥霍呀 而且我觉得她就觉得 没有那样 我很欣赏你这个想法 对 一个女性经济独立这一点 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对啊 而且你想想看 按你妈说的 她现在经济无法独立的时候 要找个男朋友 那显然在经济上 要依附那个男人 经济上要依附那个男人的时候 还要提条件 生萨个孩子给他妈带 哪个男人愿意啊 我们家的问题是 应该这么解决 我开个药方啊 你好好帮你妈物色个男朋友 对啊 你看鼓掌那都是明白事的 对不对 阿姨还这么漂亮 阿姨 你现在愿不愿意 再找一个伴侣呢 不愿意 不愿意 我是必须我女儿成家以后 如果我那时候才可以 女儿要先成家 那真的这是对女儿心里 我懂了 巨大的压力 我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着急 催她结婚了 不是 你赶紧结 结了我就好了 老娘要结 你赶紧结一结 不要耽误老娘的辛苦 以今天中国社会的宽容度来说 不会因为谁家的孩子父母离过婚 有任何的偏见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完全不介意 比如我交往一个女孩 我也会觉得 我想看看她的家庭 多少就会对这个女孩有一个判断 你现在一天到晚愁云惨淡 她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 要看到你这个状态 三句话不来 眼泪掉了 你要对我家闺女好 我从九岁就带着她一个 对对对对 你要想想 我要是我是个男的 我要第一次到一个女孩家里面 看到这个状态 我撒腿就跑 阿姨 我真的劝您 我不管您是找不找一个伴侣 但是你一定要收回那句话 就是你要等她结婚之后 再考虑自己生活的问题 因为我认识这样的人 在她年轻的时候 甚至高中啊大学的前半阶段 也是非常阳光的女孩 几乎是同样的家庭情况 但是不代表她现在阳光 接下来的两三年 依旧能够扛住你的这种压力 这种呼呼啼啼 她接下来很有可能 在大学毕业之后 选择一个你所要求的 标准的男人 甚至不需要考察到 这个男人的内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 然后获得一段非常非常 不令人满意的婚姻 那个我觉得她妈妈 现在很难转变的 她就是觉得她都是爱 她是奉献 她是付出 我也想让女人考虑好我的感受 我就希望有一个规划 按照她一定年龄 把这几年所有的事都结束了 你爱情地去工作 这多好 那是你的规划 不是我的规划 她好像有什么急事 你赶紧把这事办完了就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想早点看了这一切 然后你把一切工作准备好 工作 工作好了 然后结婚了 生孩子了 一切在你30岁之前全力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什么安心地工作 什么都不用你管 家里家务事 照顾孩子都由我来管 我之后以后才更多事情要管好不好 拜托 她这个时候真是可以享受青春的时候 我女儿一直说她要远走 不在我身边 那样是我更接受不了 我支持她 我支持她 你一直逼她谁都要远走啊 你这样逼谁不远走 受都受不了 我告诉你 要你妈是这样的 你的办法是 我早就疯了 我觉得消失手机都关机 不会跟她 完全不联络 我就特别怕你 如果她硬要这样逼我 我绝对连 我没有她那么乖 因为我找不到 好好劝劝你妈 给你妈找个男朋友就正道 对 你妈只要有男朋友就没事了 她就不想管你了 好吧 来 我们该投票了吧 来 请投票 这得170 170 哇 妈妈受不了了 爸爸又哭了 爸爸又哭了 他又哭了 就是因为每次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都会哭 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就每次他都会 哎呀 特别委屈 然后我就根本没办法 聊不下去 就是不忍心再继续下去 其实我知道我妈就是特别爱我 然后想让别人就是更多的照顾我什么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 你也看到了 真的是特别大压力给我 你不要把你大概都变成压力 放在我的身上 你可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也还是会爱你的 我给你一个办法 你们家周围没有广场舞吗 对 跳点广场舞 干点快乐的事 我跟你说 跳广场舞是个包之百病的事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有好多老头也在那儿跳 知道吗 然后就可以 嗯 就成功了 就成功 可以试一下 妈妈 我就只要让女儿能理解我 我的心意就是说是关心她 并不是说想一定要干涉她的生活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 无非是说帮她照顾孩子什么的 打造风险 你明明已经干涉到了 阿姨 从头听到现在 我听到的所有都是你在干涉她的生活 我听不到你有任何的关心 真的 我是帮她照顾家 帮她照顾 你不是在照顾 你是设计了一个模式 让她去执行这个模式 你已经拒绝了她自己的人生 你完全就是以爱之名在绑架别人 姑娘 我就给你留一句话 在你要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问一次自己 这是我妈的标准 还是我自己的爱 好吗 一定要问一下这一句 问自己 好 不能让不幸福的婚姻 在你身上再重演一次 对吧 对 好吧 好好回去过日子吧 好 来 坐上宝座吧 187票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东西 这是我 我是一个绝望的重庆女娃儿 打从两年 你的这个普通话是一期比一期退步啊 这次不是途中 这是重庆话 好 来 来 来 打从两年前认识一个恶毒的女人 我的人生彻底变了一件悲剧 当初明明说好合伙开服装店 可是店一开 我就被迫牵下了卖生气 他对我呼之起来 挥之齐去 完全把我当成店里的看门狗 狗干得好 主人还会给根骨头 我呢 只有挨骂的份 挨完骂 还得接着干活 干得再多再苦 我还是有错 这句我也对着你说 你看你长这么丑 眼睛这么小 店里的声音都变差了 去去去 给我割一个双眼皮去 我不要 我跟你说 老子钱都给你交好了 你今天割一割 不割一割 否则不要出这个门 这上面写的应该是老娘钱都交了吧 老娘钱都交了 你今天可以的歌 不可以的歌 否则不要想出这个门 四大明珠 你们快把我从这个悲惨的奴隶生活中 解救出来吧 这就是我的苦恼 哎呀 我们得想这姑娘长得有多难看呢 对啊 看我干嘛 不是 接影看上去还行啊 哦 阵阵长长的 娇娇弱弱的 来 我们赶紧出来 有请呢 出来 看一看吧 有请 哎 哭了啦 可爱 挺可爱的 真可爱的 真可爱 真可爱 天然地方的 多好看 依林姐姐好 可爱啊 哦 爷爷好 好 爷爷好 你好 你好 赞连姐姐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看呢 哎 你这句话也蛮没有礼貌的 我不是没看到吗 其实很漂亮啊 要这样说 好 其实好漂亮啊 那我也不丑呀 那个 你们是合伙开一个店是吧 对 服装店 对 开了多久了 一连多了 一连多 他为什么那么欺负你 凭什么 他出钱出得比你多吗 肯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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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股份 那他凭什么欺负你呢 就是因为你长得难看 不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长得比你好看 他说你丑是不是他还特别好看呀 我只是觉得他自认为他很好看 他自认为自己好看 对 他自认为自己好看 对 那你那个朋友跟她比的 她好看 她美 那你那个朋友跟她比的 更美啦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 什么时候 我是你呀 哦 你 那不是吗 你是我姐呀 我肯定的说你美呀 我可能是你妹呀 你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信里边说 她去替你开双眼门 把钱交了 她说我觉得挺好的呀 对吧 还有一句呀 对呀 她把你钱交了 多好啊 多好啊 这个 跟我 我每一晚上 但是她一点都没有 遵求我的意见呀 她也不问问我 我愿意不愿意呀 我跟你说 玉迟 她要哪天突然塞给我200万 不用征求我意见 她要让我赔呀 赔就算了嘛 然后还要给她那个辛苦费 还要给她辛苦费 哪有这样的人 强迫我去割双眼皮 还要赔钱 我们看一下她在哪儿 哈喽 她割双眼皮 她自己出钱 你收什么辛苦费呀 我帮她去找了医院呀 我帮她联系了医生呀 是我先帮她付的钱呀 为什么她不要给我辛苦费呢 不是 你请她割了双眼皮吗 对呀 不是 不是 你不是请割是吧 我刚开始我就骗她去 对 我说我请客 你不用担心钱我来付 后面我跟她付了三天之后 我得吹赞呀 对吧 你得还钱给我呀 然后三天以后 又超出一天 你得付我100块钱的那个利息 还够黑的 姑娘 还有利息 你穿的这身衣服 是你们店里边的吗 不是 你跟我说 为什么不穿你们店里边的衣服来 她说舍不得糟蹋了 她那身材一穿 我那店就毁了 这身材还好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也不要那么有自信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大家看一下 有哪点看不清楚 我身体 肩膀 腿 腰的 有哪点看不清楚的 黑色呀 黑色都显得瘦一点嘛 其实你好多肉的 没得了 还好吧 没得了 没得了 她平时就是这么跟你说话 对呀 不是 我觉得完全是你名字的问题 她叫什么 她叫谢柳 谢柳 多软啊 太软 你要叫谢钱的话好很多 改个名叫谢钱 加死 我可以像柳树一样 我惨死 她的状态很开心啊 很享受 对啊 你知道她有那种 好痛 好痛 哎呦 我的娘娘 你是不是享受她的那种 欺负你的过程 我觉得自己很被重视 我 我的天哪 她这重视拿来有什么用啊 难道你觉得依林姐 你喜欢每天一个人指着你鼻子吗 骂你猪 骂你二货 你听着开心吗 没有啊 每天骂着说你丑 你开心吗 你跟她说话 为什么不能像你跟依林那样的 她不敢啊 她不敢啊 怎么了嘛 等我回去收拾你 就说你 哎呀 你又看到旁边 几位主持人帮你吗现在 我的夫 合伙开店 对 大家拿一样多的钱 对 你为什么这么欺负人呢 我们有协议啊 把这个协议不平等条约 说一遍给我们听听 这个我要上来悄悄给你看 他都没有看过 一年多了 他都见过一次 等会儿 他没看过就签了 那叫协议啊 他还去我家偷那个协议 我藏起来的 那协议 你签过字没有啊 我是被坑着签的 压根我也不知道啥内容 你不识字是吧 我识字 因为他让我签的时候 就一张白纸 哦 懂了 拿一张 拿一张A4的纸 你先把名字写上 写完了 没事了 他就写上去的内容 他写内容 这个不行吧 这个是法律 是不是这么干的吗 是的 玉石我跟你说 我很多年前啊 那时候刚出名 有人找我签名 你说拿个本子 我签一下也就算了 经常有人拿张大白纸 像我们这么低调的人 就喜欢在那个白纸 下边落款的那边 写个名字 后来有人提醒我 你不能这么干 你弄完了 你知道他在上面写什么吗 欠本店餐费200万 我就是这样被他坑的 当时他口头跟我讲述的时候 对 是一个版本 姑娘 我跟你说 签过口后 他写人去就是另外一个版本 我觉得你的毛病 不再长相 在缺心眼啊 那个协议 我能看一下吗 能 在我身上呢 来 来 来 哎 玉石你看 他还没过来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宝宝 他就自觉地去啊 就坐在这儿来了 你真的这个名字谢柳 你太变了 你那边去 你那边去 我就坐在那儿怎么玩 滚蛋 我今天我必须要硬 我跟你说 都没叫了 他自己起来乖乖地往旁边一坐 对对对 这个状态像我们家沐小发 我一回来 他就知道往哪边一坐 那个我看一下 没有 因为他一直说 他说一定要给他 我那字写得不好啊 看看就知道了 不平等条约 我不说字 你念一下 哦 大屏幕都出来了 哦 他真叫谢柳啊 家方谢柳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 就是质量特好的谢柳 他是搁面搁特别多那个人 所以他特别面的一个谢柳 哎 我才发现 搞了半天 谢柳还是甲方呢 甲方必须同意一下条件 一 店内一切杂活 由甲方承包 甲方不可带任何长相 不过观的异性去店里 面对影响店里生意 谁业绩高 谁就有大声说话 和骂人的权利是什么条款 如果甲方美约 甲方必须双倍赔款 一辈子不准离开一方视线 什么烂协议啊 不是 关键是上面有手印啊 还有你摁的手印 我觉得吧 因为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那种细皮笑脸的方式讲的 那我当时我也在忙嘛 我也就细皮到脸的 随便应了他一声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老子 都不会把这种 当成一个协议 对不对 这里边无非的问题 就是双倍赔款 嗯 它没钱呀 也就是说这张纸 价值你注资的多少 10万左右 10万 这张纸价值20万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我们可以帮你撕 我觉得这姑娘真的 她不是长相的问题 她是脑子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女孩 嗯 从心理上说 你愿意有一个一天到晚 在一块的一个 闺蜜 同事要闺蜜也好 是长得比你好看比较好的 还是长得比你难看得好 当然长得比我难看的 那到哪找 没有 她是长得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是你在认识她之前 她更惨吗 太惨了我跟你说 我都看不下去 我都反胃 我哪惨了 现在她坐在旁边 她就咳嗽了 要不然你还是回去吧 我怕你这儿 当时打起来我也拉不住 本来就是 好 你先回去 你啥时候说过我漂亮 那个露露啊 20万 你 你有男朋友没有 现在是没有 那就是在她 哎 精心的什么客户下 原来 原来是有的是吧 有 被她搞走了 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 她呢 没有 被我跟她那个 跟她那个男的发信息 让她滚蛋了 你发信息让她的男朋友滚蛋 对啊 原因是 男的比她还丑十倍的 那很配啊 太丑了 我们一起吃饭都 我都反胃 我难受 太厉害了呀 她知道那个男的滚 那个男的就滚了 我觉得你跟她的 都是缺姓男人 一个男孩 接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 请你滚 她说那好吧 好嘞 那你知道她在中间 她跟她做了多少事情吗 好好说说 她在你们中间做的事情 然后就我去约会 你说关她啥事啊 她看她的店不就行了吗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各种理由 就把我骗走 你干嘛呀 看电影 赶紧给我回来 我什么事啊 快点快点 我受伤了 我住院了 披着披着的赶去 人都没有一个 我说你在哪儿呢 看电呢 哎 我说你在怎么骗我 你也不可能说 你自己出车祸来骗我 自己想自己死了吗 有这样子的什么 我是为你着想知道吗 因为你们下一代 不可能再丑吧 好影响中国那个颜值 知道吗 算了 我觉得经过这次来 南京以后回去 你真死了 我都不会来了 我不会死的 那我还没嫁人呢 不是 这个刘露露也逗 我现在不能死 我还没嫁人呢 嫁了人就可以死了 他对你做过最过分的事情是什么 最夸张 我觉得就是喜欢动手 打呀 打呀 怎么不打呀 他很跳的 打呀 怎么不打 很骄傲的 怎么不打 那不是骄傲 那是一种无奈 你明白吗 就说那种 是无奈还是无赖 你说清楚 你别离我 你好好说你的 无奈 无奈 出来太无奈了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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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 就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 他就打你 就因为开关灯的问题 开灯关灯 对 因为他的生活当中 是一个很节约的人 我去 我每次去他家 我就啪啪啪 把他所有灯全开 然后他看见我还啪啪啪全关 他说我浪费他家电 漆黑一遍 对 他就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 就那沙发上玩手机 就那一块是明亮的 用手机的光 就那一块是明亮的 我脑子里边全是化为 你应该把灯全关了 就拿这个手机鬼影戳戳的 你们俩在家是这样 他就是那种 他就是那种 等会儿 因为他不给钱呀 他不给电费钱呀 那钱都是我自己交的 我肯定要节约呀 那不他买是我家的房子 还住我的房子 他 你把灯全开了 他把灯全关了 他为什么打你呢 然后他就关了 说我浪费他家电 我说我就要开 然后呢 然后他又要关 就又要开 我说我家就把这个灯开了 我说你要怎么样 然后他就打你 就这样 就来了嘛 我现在捋一下 你非要开灯 他非要关灯 然后不怕 政治之间 他给了你一巴掌 一个反拍 因为他是那种特别 就自个性很强很霸道的 我们把状况捋完 我们把状况捋完 他打完你之后 是 然后你是怎么样 看他 我直接就上去了 然后就推 你要干嘛 我就急着拍着 你怎么样 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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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 哪天跟他翻脸呢 巧我每天都想跟他翻脸 然后相悦一块来上 斯大民族了 我今天上来 我就是想收拾他来走 我觉得他太无法无天了 我完全都没有自我了 你才发现你没有自我 我觉得 我一直都发现 我一直都在反抗 然而反抗无效 我今天就所以找孟爷爷来了 你以为找我有用吗 我觉得有用呀 再怎么着 你可以把他弄你那非生物软上去 给他找个谈 给他练练紧个咒啊 我把他弄到非生物软去 祸害别的人 对 反正不要祸害我就行 我觉得你既然已经都这样了的话 还不如紧着你一个人祸害的 你有没有见过他以前的男朋友 见过呀 他打他男朋友吗 哼 那比我还惨 哼 那比我还惨 啊 你看他这个得意 比我还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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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怎么能比你惨呢 是把人家从21楼打到1楼 我至少还一巴掌 那不比我惨 什么东西 从21楼打到1楼 对啊 那这个人就摔死了吧 楼梯间打呀 是楼梯还是电梯 在楼梯里打 楼梯 21楼打下来 追打 你打的男朋友 从21楼打到1楼 现在的人在哪儿 在重庆啊 在医院是吧 没有 没有 他住院的住了两个星期吧 住院的住了两个星期吧 他都受了什么伤 能住两个星期的院 这可真是不短啊 他脸上和那个胸 那个胸前全部被我抓破了 然后衣服全部跟他扯烂了嘛 那也不是住俩礼拜院 肯定有重伤 他头被我直接蹭在那个 就是电梯那个门槛知道吧 挺硬的 硬蹭死 硬蹭 我感觉美俄大片那种感觉 他那个终结者 按着脸 弄过去 我要喝一口农夫山泉了 对 就当时他的脸 那个血 那个血就喷了吗 血还喷啊 我直接用了 我那个走指甲特别长 然后我一下抓下去的 就是很死这样的 我们开始陆时期的导演 给我们说过 去联系过的 试图联系他前男友 就打到21楼 打到1楼的那个 我们电话一拨通 说了没几句 一听到他这个名字 刘露露三个字电话 嘟嘟嘟 是这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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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几个前男友啊 哎呀 这个有点多 你说一下没事 吓不住我 你可以说一下活着的 有多少 对 还健在的有多少 坐轮椅的还有多少 坐重镇病房的还有多少 也没有谈多少 就三五个嘛 刚才21楼下来的那个哥哥是 最近 老二 最长的谈多久啊 就坚持最久的 他 他最久 一年 一个月 这条好汉在你手下 坚持了13个月 对呀 其他的男生 一个星期 还没得一个星期 就被我吓跑了 不是 我没有打听 那个问题的 你为什么要打这个老二 就是他也玩开关了吗 怎么回事 因为他常私放钱呀 什么 他常私放钱 他又没跟你结婚 藏私放钱 那不是私放钱 他那个平时工资 都在我手上的 我两个星期给他100块钱 我都跟他算了 两个星期100块钱 对 其他的钱就给我呀 我要买化妆品 你给太多了 我要买包包啊 我要逛街呀 然后后面有一次 我就就是帮他清理东西嘛 哎 我就发现 哎 这个袜子里面 怎么是硬的 我还以为是他 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我就放开一看 起码那3000多块钱 我一下就冒火了 袜子里面藏3000多块钱 对 他放在那个柜子里面了 挺角落的 哎 我搜出来了 说不定还是硬币 你认不认识是那个老二 老二 哎 见过 你为什么说见过的时候 对啊 这么爱见过 一脸幸福 见过 见过 我觉得他们之间 还有别的故事 我感觉打他 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他不是私房子 那 这不是钱的事 那一块不是 哦 不是这样的 他不会喜欢他那种内心的 那个我那老二颜子挺高的 我好想看看那老二长什么样 你 你有没有反省 就是你之前这些 他在等待 他在等待好这一口子来找他 有受虐皮的 所以他现在 他就把我当男人死呀 出门 非要给我塞个包 自己啪啪啪往前走 使劲地跑 那个包扔在那里怎么办呀 你就拿着 那丢人也不能 他丢在外面呀 对不对 我只是想着 哎 很贤惠 丢人不能丢在外面 他包 他就把他另进来了 他不欺负你 我觉得也不合适 你这么着吧 你来四大名著 你想最终能够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我就想着他吧 第一个把那个鞋也给我撕了 没意思啊我跟你说 你这不平等条约 好 第二个 第二个你又以后 这个孩子得看病 多尊重一点我吧 对不对 怎么尊重 不要在外面 你老跟我操操操 外面那么多人 我可以很顾及你的感受 我希望你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 然后第三个就是 忘了 没有第三条 没有 不是 不是 不许再干涉你的恋爱 婚姻自由 那肯定必须的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刘璐璐没嫁 你这辈子你也别想 你等着我 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 在那坐着 做不做得到 三条 就是不干涉他的感情嘛 其他的不可以 他第三条能做到 前两条做不到 就是该打还得打 该骂还得骂 不平等条约 还要继续生效 我回去了 我肯定微信散了 电话散了 可以说散了 那你就赔我20万呀 那你们那个店呢 我自己看去 那挣的钱怎么分呢 你赚了钱以后怎么办呢 赶他多少少不了他的 反正就是 赶多少钱我给你 反正你以后你就 离开我的世界 我明白了 就是你回去之后呢 店就不用看了 给我自己看 他自己看店 我自己看 到年底的 分钱给你就行 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 我就可以到处完了 你那个店我也想加点股份 我也要 每年就拿起来 什么都不用做 好 我们观众朋友 你看看 如果你们是这个宝宝 他这样 有这么一个朋友 你觉得这个苦恼 是不是能成立 来 请倒票 哎呀 这个票数就是说有1203个观众认为 所以你还挺 挺惨的 挺惨的 那剩下的那几十个 你们跟他做朋友吧 我不要了 跟他做朋友千万要注意 尽量在一楼住 从21楼下来很长呢 来 你发表一下护家感言吧 那120多个人都同情他 其实我觉得 我真的是为了他好 就是比如说拉他做双眼皮 平时让他看电影 因为让他学习一下经验嘛 他那么笨 笨得要死了 我不觉得你有开店经验 好吧 你们俩就到这儿 已经说来说去 就这么些事我们大概也知道了 其实呢 只要你们俩都开心 也不碍到别的事 我们也管不了 有一个边界的底线在哪儿 这个你要动手打人这个事 有时候要超出了一定的界限 那个就涉嫌触犯法律边界了 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拜拜 好好做生意吧 你好好的像这样的 像这样缺心眼的朋友 走一个少一个 好 再去找也不容易对吧 好 朋友也是个缘分 好吧 像这样缺心眼的朋友 走一个少一个 好 再去找也不容易对吧 好 朋友也是个缘分 好吧 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四大民众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